我們通常那種外匯的耕耘機呢 通常都會配這個我們所看到的離頭架 正常外匯車進來都有 那通常我們就只要再加上離頭座 你看要幾個 通常我們像我們賣車的話 我們通常會附三個 中間也會有一個 然後依我們需要調整我們做夠的寬度 再配上一個最簡易式的離頭 那這種離頭這個是標準型的 最簡單最標準的 那通常這種離頭還有分大小 有分三四種 那都依我們的需要還可以做調整 那因為我們都是小馬力的車 所以我們離頭都是用最小片的 通常都配兩隻離頭來做開勾的效果 那通常開起來的效果 我們等一下會拍一層影片 測試影片給大家參考 它開起來效果如何 另外是我們介紹一下 通常我們離頭架原裝配來 大概是五公分的方管 那你等一下我請給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我們賣出去的針 通常我們這個方管都會另外加廠 因為在我們花東區的話 隨便有石頭 整個四角角都歪掉了 那通常為到我們花東區的 那個特殊的作業環境 我等一下會給你介紹一下 我們這邊用的方管是如何 好 那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是我們 這是我們的我們的方管 我們這個就是 這直接就直接崩到七公分的方管 在我們花東區做使用 目前這個方管是大概都一百馬用的 我們坐在小型車 幾乎這個方管沒有讓客人拉彎過 七公分然後壁厚六ミリ 這樣在我們花東區使用上 才會耐用 所以說我們盡量都會替客人想 該改的都一定會改 該改的都會做改進的動作 大家都說 那個耕耘機要怎麼開工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後面就掛了兩隻梨桶 那我們就示範說 剛好有客人來看車 來示範說 我們這個就是 就是擦 擦兩隻梨桶 在那裡 我們就這樣走 就開膠出來了 當然我們這個是因為 漲到漏風 這個 就像我們趴沒一遍 都會有一些 雕草 但是實際的作用 就好過就是這樣 那些人說 要做菜 或是做完美 做一些東西 我們耕耘機走一遍之後 夠的都可以出來 而且我們左右後來 梨頭的深度可以調整 然後梨頭架的高度也可以調整 迴轉梨的深度也可以調整 再來是說 它這個也有自動水平的功能 自動水平的功能 依照我們地形的希望 它會自己來做 平行 水平線 水平線的平行的作用 讓你的骨面看起來 也很白 像它這個有倍速轉彎 它整個這樣打開 迴轉半徑都可以縮小 這樣 你如果說 比較舒服 我們講個實在話 像說你用修武器 你只要一間三間 要花多少時間 像我們在火裡這樣 我們的土面 要打幾次 一、兩、三次 盡量打給三次 打給三次 完全沒炒 過一天再打 我們再用 雷頭 倒雷頭 插夠了 直接雷開 這樣一抓一抓 不管你做什麼 很方便 不用說太辛苦 再用修武器 拿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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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這樣 越做越辛苦 你看 我們這台車輕輕鬆鬆鬆 也不用什麼處理 整個骨面就出來了 你說 很短 把骨頭 實際影響 也是有點感動 可以 一筋 所以一筋 都可以 好不好用 像我們這離頭都是可伸縮式的啦 左右調整它的間距 那個深度也是依照我們需要調整 它搭配上這台車子有自動水平的功能 整個使用上你看這個 你看它的水平都這樣用得比較漂亮 有高度也有高度 只是說今天示範的頭量有比較淡 整個整體的效果就是這樣 再讓大家參考看看 就一台耿耳機搭配它們的離頭架做進行的調整 在日本原來如果外匯車來就有這個離頭架 只要再配上我們那個離頭座 然後再配上兩支離頭 然後就可以完成開鍋的功能